L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庫曼對上維京的一個對決 那稍微也來講一下維京的能力 維京的話它是在封建時代步兵會增加20%的生命值 輪走和手推測是免費的 那也不用免費喔 你只要上封建時代就會直接給你輪走 那你上承包時代就會給你手推測 所以你的經濟效益會非常非常好 可以說是這遊戲全資源獲取裡面最會農的一個文明喔 好再來就是球長 步兵對起兵有攻擊加成 那狂戰士幫 狂戰士可以治癒自己的血量 就跟波蘭自動回血跟 駱駝會自動回血那些能力是蠻相似的 那它只限定於狂戰士會自動回血 有點可惜喔 我覺得這個能力應該可以改成所有的步兵會自動回血 那這樣對維京來說 這個金冠就會點的比較有價值一點 好再來看一下庫曼的部分 庫曼的話封建時代就可以造TC了 所以說 跟維京比起來 庫曼也算是很會農的一個文明喔 所以今天這個對決有點像是 誰最會農的一個對決比賽 好再來就是 在封建時代可以知道狂的西製造手 可以知道衝車 那在神寶時代可以升級衝車的升級 反正時代帝王才可以升級 那他神寶時代就可以升了 再來就是在測建場 那個馬舅跟封建場 握起來的費用會減75 所以你說你蓋一個封建場跟馬舅只要100木頭 跟你蓋伐木場是一樣的 所以非常非常便宜 所以他封建快工也是很強 好 在每個時代騎兵數字提升5% 從封建時代開始 這也算是不錯的一個能力喔 因為他可以到地用時代可以跑超級超級快 你的馬各種給家步 跑速跟鬼一樣 好再來他的特殊單位清查 清查這個單位很特別 他是一個散彈槍的工兵 雖然他的他沒有三級射 所以他跑起來 雖然很快 但是由於射程短 所以你被戰矛啊 或是對方的工兵 很容易被射爆 所以算是操控性極高的玩家 比較容易控得起喔 這個清查一沒控 很容易就因為手短的關係喔 被對方投爆 或是被戰矛給插爆 所以算是高難度的一個控兵單位 再來就是大草原耕種技術 先騎兵跟草原騎兵 還有馬攻騎兵的訓練 提升速度100% 這個超級超級爽 這樣大後期你會抱一對大洛馬來的時候 然後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庫曼他是有駱駝的 但是他沒有重裝駱駝 所以到城堡時代的時候 有可能會打駱駝 但到地龍時代 肯定是打漏馬跟遊俠的一個組合 然後再加清查 然後再加上大通車 看情況的話還會出到重頭 所以基本上 他就是一個馬的一個文明了 不太會去打什麼戳戳或劍羊 看情況而定 通常都還是會打遊俠 好 那這個能力的話就蠻適合後期的時候 可以點的 那你點下去之後 就會 速度就dejabu了 生產速度就跟鬼一樣 好 再來看一下庫曼的圖 庫曼的圖精在裡面 相當好 而且果子也在後面 哇嗚 這個算小天圖 不能說是小天圖 是因為他的木頭只有這一塊 還有這一塊木頭 這兩塊木頭也不是說非常厚 對手只要插一根劍塔 他也就 複雜了 所以會 比較尷尬一點 但圍的部分算是好圍的 很快就可以圍好了 然後都能提起防守 那比較尷尬的是他的附近 是在外面的 有一個在這裡還比較好一點 有一個在正前方 所以如果被對手 控到這兩個地方 各插個城堡 只要等庫曼這裡面的大精 消耗亮完 就結束了 那應該是不會打到這麼久 所以 應該是不會打到這麼的慘 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畢竟庫曼封劍就可以雙TC了 所以他也有可能 可能把這個TC蓋在這裡也有可能 所以應該是不會到說被控金碰到死 好 那來看一下圍鏡的圖 圍鏡的方面 金礦是外露的 不過這也是外露的 這對圍鏡會比較難受一點 但是對方是庫曼是還好 因為他封劍是可能 開農的機率偏高 因為現在打庫曼封劍快攻的人很少 因為大部分都是以失敗手強 好上次我有遇到一個 那也是被我封劍打爆回去 因為蠻好守的 因為你大概知道對方的兵種搭配 所以你就全戰矛跟肉馬 然後就可以機場出敵人的攻擊了 對面已經出小攻加戰矛 還有戳戳的一個組合 那你的肉馬就去打衝車 衝衝沒了 然後戳戳一解掉 肉馬就可以印上 戰矛也可以印上 反正你的兵種全Counter 稍微講一下庫曼快攻怎麼打 好來看一下這邊 唉唷差點收掉嗎 沒有 這邊 刺猴的血量已經少了 OK啊12滴 哇這邊庫曼可以開無雙 欸這邊沒有開農嗎 欸 欸瞬間打歐聯 他只寄一個 居住防射開農 呵呵 好開房子要開始爆兵囉 沒有要農了沒有要農了 好馬上就給我來個封劍 打封劍喔 傻眼 我以為他要農欸 好 那這邊圍巾是要打肉馬 好兩邊都是 20P上層那樣子 好這邊稍微 輕彈一下 因為我剛睡醒 一睡醒就拍影片 今天上片比較晚 今天有點太累了 好地 那我們回到比賽內 過半天 過半天選擇要用 小勾防守 怕對手打一個 打快勾 所以是選擇一個 還是先出兵 防守 然後開TC的打法 那這個打法還算是比較正規一點的 因為 像是那種 直接 速雙TC 開農的情況 很難爆兵 那通常就是被 對手一個上紅劍直接被插劍塔 然後就爆炸了 那通常的話 會希望先出一點攻 並做防守 他可能有意識到自己帶來圖很爛 就是圖如果被針對 被插個塔就爆了 先出一個小攻 比較安全 這也是 基本上他三個墓區 都只要插一根塔 他就斷墓了 這個也是 村邊還是會安全一點 所以這也是一個 有在思考自己的地圖 去做應對的打法調整 好 這邊 戳戳頂在門口 四隻村民在裡面做防守 這個差點打死對方的弱馬 哎呀 這裡有兩隻 弓兵 當然是要被這隻赤頭給解決了 哇 這顆村民也捅掉了赤頭 哇 圍巾這一波守得好 所以他露馬 他死了兩隻 然後一絲剩他殘血 但 結果來說是好的 因為他有一隻 村民都沒死 好 那這邊 庫班也算是爭取到了一點時間 看要不要再繼續把兵往外送 強迫對手出兵 好 讓對手過得難受一點 假如在彭越時代或是越長 那對庫曼就越來越有力了 因為庫曼還可以繼續生村民 但是圍巾卻不行 所以圍巾的目標就是不出兵 然後趕快生到城堡時代 所以庫曼這邊就要一直給他壓力 讓他出兵 讓他上城堡時間的速度更慢一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能不能讓他再強迫出一點兵呢 我們來看一下庫曼之圓 庫曼之圓 庫曼之圓現在是600 肉118黃金 沒辦法繼續 再出兵了 因為這邊再出兵的話 會升級的更慢 這樣子會跟庫曼的距離越來越遠 你看那個村民樹 慢慢的被拉開了 好 這邊 做騷擾 好 小鵬騷擾我 設定牆 按下去馬上delete掉了 這是為什麼 是要蓋這裡嗎 不想被對手看到 不清楚 OK 好 點上了城堡時代 但是後面沒有圍好 哎呀 這邊是有個圍家的小食物 圍機能 沒有先把這裡圍起來 他是不是有意識到自己有點 很尷尬 他其實是我剛剛看到的 呵呵呵 把他這樣子漏了一個洞 給敵人 可以繼續燒好這兩塊墓區 好 額 順利的 圍巾給他的城堡 絕對要打雙馬 就爆騎士了 這也實在是騎士 圍巾的一個上層的打法 這邊可以出幾隻肉嗎 來 接到這邊的小空加綽綽 喔 看來要前置BK 打騎士給壓力了 頭車騎士 開手 額 霧曼這邊已經上城堡時代 霧田特命寫零件十六村 然後選擇大量綽綽的一個公子 好 這邊 加速停止 看一下庫曼這邊 好 庫曼這裡 進得去嗎 好像有點困難 這邊有大量村民在這邊做防守 頭車能頭到TC嗎 能頭到TC的話就很棒了 沒關係 我們先打這個城門 那木門打掉之後就很舒服了 哇 這邊是 各路開工喔 想打出個洞來 好 這邊直接從這邊抓進去 完蛋 在這裡面有大量村民等你了 在這邊要不要再圍一下 再圍一下 再圍一下 哇 大量長槍兵直接開桶 這個騎士血量也是掉的非常非常快 但是前面 衝 投石車 還在投啊 哇 這邊壓力非常非常大 家裡村民BBQ 圍巾騎士戳得好 好不好 砍得好 但是 似乎村民並沒有掉那麼多 大部分的村民都是殘血的 而且村民目前還是零先死隻 然後在這邊庫曼守得相當好 把裡面戳戳已經UB好了 那這邊起解騎士頭 4N頭的打法最好的方式就是 出大量的長槍兵 然後從出去就完事了 因為對手的長槍兵 對手的都是騎兵喔 你長槍兵直接硬類也是可以的 然後投石車也是怕進戰單位 但是 如果出騎士頭就很尷尬喔 對手有兩隻僧侶已經準備好了 最好方法也是抱長槍兵就好了 那就來看一下這個護衛技術 點好之後會不會硬傷一波 沒意外的話是會喔 這個趕快邊修邊處理一下 OK啊這個四樓躲進來想來看村民 有了有了已經上了 但是這個騎士不能上喔 騎士上了會被找走 好護衛技術升好了 可以上了可以上了 好戳戳直接硬上 沒錯 OK騎士進來砍生旅 趕快砍趕快砍 哇沒砍到被找走一隻 OK那這個投車全部解掉 戳戳直接硬上 沒錯 這個就是完美的生頭 解法 生頭騎士解法 就是長槍兵出爛就對了 這一把鋪曼 為我們完美飾演了這一把 如何抗快攻的打法 OK那當然是 目前還是鋪曼的一個領先嗎 沒意外的話 TC應該是不要開到三個 我剛講完就打我臉 難怪覺得他這波攻勢沒有特別強 因為他是把一堆資源拿去開TC 好難怪庫曼這邊解的算是輕鬆 那現在是三TC打雙TC 那這樣子的話 庫曼要趕快開到第三個TC 不能經濟要跟 圍巾拉遠 圓圍巾這邊移上城堡就有手推車了 輪走也有了 什麼都有了 他現在經濟非常好 你看這個挖金可以20個 20個金礦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挖金是幾個 這邊看一下 11 過賣是11 12 13 13 13 就只能挖到13就要去放了 那圍巾整整多7的一個單位 所以這邊時間長久起來的話 對圍巾來說 會距離越差越大 然後這邊 綽綽 暫時解不掉 因為目前圍巾 是找一個 騎士 打法 所以這邊戳戳有點無法無天 好不好 戳到人家TC底下了 還想戳 好那這邊 庫曼轉出了 雙射箭場 看來是要打 應該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打馬功喔 庫曼不打馬功也是怪怪的 打奴兵也行啦 但是 不太好 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他沒有強弩 所以應該是會打 馬功 好這邊 射箭場 竟然開射 OK 殘血的 來這邊 吐一波村民 趕快蓋TC 沒有錯 哎呀 這裡有點危險喔 這隻騎士肉進來 好同時想要來解這個修道業 但是有幾隻手手也在防守 這一台應該沒意外 應該是投資車 投資車來砸一下 好 確定是出馬功 沒有錯 好 維基目前也是4TC開弄 算是蠻不錯的一個開局 4TC的話 大約只要110人口左右 就可以上帝王斯大耶 突然發現今天的移動速蠻快的 因為我最近也在打4技 來調一下這個速度 不然又有人說要頭暈了 OK 那這樣速度慢一點 你們可能會比較好扣喔 好來看一下這邊 衝車解掉 往前壓 但是有城堡了 好 果然剛剛那台是投資車 沒錯 投資車走了歸來 沒有送掉 來開砸一下 能不能砸一下這個 沒有在空 OK沒關係 對方撞TC 但是這裡沒有佔到血喔 非常的歪 走魂了就可以躲掉了 OK 那這邊 維基是選擇補下了一些 軍銀 在家裡防守 因為前面的軍銀爆開了 怕對方爆騎士 算是打得蠻謹慎的 自己也升了重裝長槍兵 但是對手卻是打馬功 我不是打騎士喔 維基算是這邊 有防都有防 我覺得這算蠻細節的 因為通常 我們是上帝視角 也不知道對方 是打馬功 還是打騎士阿 但 在不知道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 先出長槍兵是對的 因為騎士 算是 他只要團一波 過來的話 你就不好解 家裡沒有麻煩有軍銀 跟中央長槍兵的話 可榮就是一波 巨師密打 所以 通常 我覺得軍銀這個策略 真的不錯 那這邊奴兵的話 趕快升 對方已經是打馬功了 這邊出強奴就很有用 這邊是這樣 兩路進攻 要學viper了嗎 三路進攻 這邊生女 減移技被抓包 先不要動 好 這邊 強奴 待會 到帝王時代 這些奴兵都一邊強奴的 而且 跟著學研發好了 目前 庫曼會稍微難打一點 馬功德繼續出 村民 目前落後 落後蠻多的耶 這些村民 是111隻 然後 庫曼是98隻 哇 庫曼還在落後中 沒想到 兩邊都是 大 大農民 文明 居然 庫曼稍微落後 我也算是 維京的一個策略正確 拖了蠻多時間 讓他可以 毫無 毫無忌憚的開出了3TC 好 這邊 大學蓋好了 彈道學蓋 研發 研發好之後 這邊 藏 直接點掉這個老頭 老頭表示 我怎麼這麼衰啊 我出去撿個遺跡又寡鬥了 這位手都在 賭這個遺跡的位置 看他有沒有要撿遺跡啊 這個不撿遺跡 後期會有點難受耶 這邊只有一顆遺跡 他可以撿 這就變成 四遺跡打一遺跡了 這邊老頭還在找 找不到遺跡 奇怪了 最後遺跡是哪裡 來看一下他現在撿幾顆 好正面看一下 這邊稍微甩一下弓兵 甩一下 嗚呦這個彈道學 研發之後就是猛啊 一發一個 劍無虛發 好 這是有概念 12隻的奴兵 打上 11隻的馬弓 增加7隻 還是 馬弓好一點 血量多 但是 成本來說 不 不好 因為馬弓比較貴喔 奴兵很便宜的 好 投射過來 現在要來做一波大事 哎呀 這次有在控喔 在控 來看一下這邊 能不能再修一波 但是 目前彈道學好了 這個馬弓設得非常精準喔 奴兵一直一直倒下 應該是沒救了 OK 馬弓這邊 還不是完全體 工坊還沒有升完 化學也沒有 因為還沒有到帝王時代 等到完全體之後 就來看馬弓對上奴兵對決 OK 斯安女趕快撿了一隻趕快跑 然後這邊 庫曼來確認一下 遺跡有沒有被搬走 哎呀還是被搬走了 被圖到一點時間 然後這邊決定要再來騷擾一下 能不能騷擾到 騷擾一下 騷擾一下 弄一下弄一下 騷擾一下 OK 弄不到 到右邊 繞了個奴兵 想來殺阿蛙 驚慌有村民 確實有殺到點東西 那他這邊應該就看到了 最後有遺跡在這裡 他看到了 哇 拉斯托遺跡居然是在這個位置 他還在想 哇 這應該是不能撿到了 家裡是遺跡 應該也夠了 OK 這邊 庫曼打了個洞進去 想要來做騷擾 我已經這邊正兵技術開始研發 好 強路也上了 然後板甲也在研發中 好 板甲就是我們步兵的防禦力 那我看來是想要打一個 步攻的想法了 那確實了 我已經打步攻比較強了 騎士比較弱一點 沒有三級防 也沒有遊俠 也沒有血統 沒有跑速 所以會比較難 欸 連跑速都沒有 不好意思 我記得他沒有跑速 呵呵呵 所以他打騎士算是殘廢馬 馬系基本上什麼都沒有 就只有個重裝跟輕騎 然後三級防沒有 攻擊力是有 所以你出個弱馬去騷擾還算是不錯的 最好還是走個復攻路線 也對手壓力很大 會很難解 OK 好 這邊順利解掉了 看這邊要不要補個防禦 把這裡堵起來 不然有洞還是會比較麻煩一點的 這邊直接出了大量弱馬來解這個強弩 好 那這邊強弩也順便解掉了 那這邊有騷擾到困慢一點的時間的感覺 村民處依舊沒有拉起來 但是這邊圍巾快要滿人口了 好 開始把城堡往前推 把自己的戰況往前處理一下 這邊選擇遠頭跟衝車 那順帶一提 圍巾的衝車是有大衝車的 很多新手會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 衝車跟投石車的選擇到底是什麼樣 我對他們講法就是 如果這個文明有大衝車你就選大衝車 沒有的話就選遠頭 但我的建議 現在的建議是要看戰況 如果對手的進戰單位很多戳戳這種 你的衝車就少出一點 遠頭都出一點 除非你的軍力 你的強弩能完全 屌打對方的話 那就是強弩對衝車 直接應推也是可以 當然戳戳也可能需要 因為你沒有戳戳的話 對面騎士來 你的衝車很快 也是被撿得很快 如果我現在都是覺得 各出一半吧 大衝車可以出一半 那奴遠頭出了三台 就可以了 為什麼出三台 是因為打城堡比較快 對方比較難修起來 有三台就OK 那衝車的話 在前面吸泡我 直接去頂下建築也可以 頂城堡也可以 那就是頂城堡比較危險一點 因為你的奴兵要去城堡底下去 如果要去設這些打衝車的單位的話 就會有點危險 所以我建議遠投三台 好 其他出衝車 就沒問題了 好 那就是剛剛風想的一樣 這確實遠投開始投城堡 那衝車去頂其他建築物 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裡面有台頭車在輸出 哇 這不是是不是沒有看到 我們要不要來解決一下 我要來處理一下這個頭車了 不然這個要擺給衝車了 好 這就是我剛剛輸到的一個狀況 所以變成說你出衝車 很容易被馬解掉 對不對 所以你遠投還是要出 那但是有大風車的 文明還是出大風車比較好啦 因為大風車真的很強 血量270低 而且可以吸收很多的箭矢傷害 還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確定就是很容易被落馬跟村民解掉 所以遠投三台出了就會很舒服 他這邊只出兩台 哇 你們看這兩台 兩台就很難解掉 有三台的話 這個殘寶就很難收入回來了 然後這邊生女 唉唷 生女有點危險欸 肉馬就在旁邊而已 突然意識到生女空下 一點忙一點忙 哇 這個都沒有補起來 這個肉馬直接繞了進去 哇 這一堆強奴殺了多少村民啊 哇 殺了上一人 我的天 我的天 還在殺 哇 這一波被傷得很大喔 正面蛋毛肉馬狂出 經濟術不太好 因為 他的附金在這一塊喔 他的死神要靠這一塊已經在過火了 基本上庫媽已經出一個斷金狀況 這個金也沒太多人在挖 很單 你看 垃圾兵打黃金冰凍 這邊 從此一爆 裡面的從此一爆出來 開始從這些 兵 然後在這邊 戰毛開始輸出 哇 最後還是頭掉了 沒有資源可以修了 看一下霍曼到底有多窮 霍曼剩下一百石頭 剩下七百多黃金 這隻五隻奴兵殺了上億人 村民術落後了四十村 完蛋 那一波奴兵繞得真是好 殺的超多超多村民 這邊 戰毛羽群再投擲 好 能不能 打完這一場 這場看起來快要結束了 庫曼分數落後五千分 一直在出垃圾兵總在做主唱 看是沒辦法做一個很好的 一個有效的防禦了 沒有黃金 就沒有未來 所以我遊戲就是這樣 人出垃圾兵總 繼續做防禦 那這邊應該是擋不住了 OK 到下GG 哇 那這一場 庫曼算是 地圖上無點 小尷尬 好 如果要挖這塊鏡的話 城堡應該要插得出來一點 但他實在是太害怕對手了 所以城堡算是該在自己加高低做防守 橫向防禦 但我覺得 探地圖吧 如果你的金在前面的話 還是要把城堡往前插 會更好一點 這塊金也沒什麼人在挖 因為這邊已經被工兵鬧爆了 所以他黃金量一直起不來 那對手也是蠻針對他的金礦術的 連這個城堡也是他的位置 就是不讓挖這個金 斷金是最重要的 算是一個策略上的選擇正確 好 來看一下統計部分 統計部分 圍金算是不錯的 全部屌打對手 那經濟的話也是 這季是 銀石物2000 木材銀6000 石料銀3000 黃金銀大概4-5000 哇 這個經濟差距拉的蠻大的 不錯 這個勝負產出有1600 超級划算 值得 超值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